女人喝下奶奶泡的茶 下一秒竟直接变成无头管 奶奶不但不害怕 反而癫狂大笑 可下一秒乐极生悲 奶奶突发心脏病 原来女人喝的是奶奶苦心研究60年的隐身水 但现在唯一的解药已经被奶奶打碎 女人的后半生只能透明人 哥哥为了让妹妹恢复正常 不停研究解药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银猪晚上可以恢复正常 但天一亮就会再次变透明 这天银猪看周围没人 干脆直接脱下衣服下河洗澡 突然两个渔夫路过 看到水中泛起的水花 兴奋不已 为避免打草惊蛇 渔夫悄悄往河里下钩子 可拉了半天怎么也拉不动 自己还险些淹死 可下一秒 渔夫竟看到地上有脚印 一旁的村民也意识到不对劲 路上银猪恰巧碰到村里的恶霸取亲 便打算出手教训 他大闹接亲对我 众人以为是剑馆了 吓得四散逃跑 随后银猪抢过新娘的凤冠 突然凤冠下发出声音 众人被忍了 拿起棍子就朝着凤冠打去 银猪不幸被打中 骑着马匹趁乱逃跑 新娘哭哭啼啼赶回家 成亲的日子见鬼 这事要是传出去 以后谁还敢娶她 可新娘父亲可不信鬼神 当即派手下前去调查 巧的是几人刚来到客栈 看到身穿斗笠的银猪 瞬间起了疑心 其中一人上前 就要掀开银猪的斗篷一探究竟 但却被一脚踹飞 带头的管家瞬间暴露 直接冲上钢去想要教训银猪 但没想到银猪三两下 就将几人解决 管家看到没头的银猪 当场吓晕 其他几人则跑去搬救兵 等银猪走到半路 再次被一群人围堵 眼看对方人多势众 为了防止自己吃亏 银猪直接将衣服裤子全部脱掉 即便对方有武林高手 可始终看不到银猪的身影 也只有挨打的份 最后众人剑步低银猪 只能灰溜溜地逃跑 银猪竟直接追了上去 可不料里面新郎找来了绝世高手 只是一个抬手 就打掉了银猪的斗篷 银猪见状快速脱掉衣服 准备步骑重施 可没想到高手直接放出毒蜈蜈蚣 银猪收了重伤 仓皇逃跑 真啊 不必了 中了老瘸子的蜈蚣环 没有解药 一个对时必死 银猪躲进一处山洞 但幸运的是 他被一位少爷发现 少爷见他衣服都没穿 赶紧脱掉外衣给他披上 看到银猪中毒 少爷立马为他去毒疗伤 忙活一晚上 终于为银猪驱除了体内的毒素 可第二天一早 却发现银猪已经消失不见 书生看了半天察觉到不对劲 于是便要伸手去摸 你谁呀 不摸西摸的 想死了 在少爷的悉心照料下 银猪逐渐痊愈 对少爷也产生了爱慕之情 而少爷也想知道银猪隐身的秘密 从而帮他研发出解药 此后两人躲在山洞专心研发解药 但新郎的手下也发现了银猪的踪迹 很快他们带着绝世高手来追杀 银猪再次退去衣服与他们搏斗 少爷则躲在一旁 发出声响扰乱虾老头的判断 银猪趁机一箭刺穿他的心脏 而瘸腿老头不停地朝着银猪放出毒蜈 银猪早已摸清对方的套路 全都悉数挡下 就这样两人一直持续到了晚上 此时银猪已经现身 瘸腿老头放声大笑 放出狠话 今晚你必死无疑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银猪早已练成了绝世神功 最终银猪一招将其击毙 最后银猪与少爷成婚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